过去每逢中国大陆有天灾 香港人总是义不容辞的大笔捐钱 但是这一次亚安七级地震发生之后 香港市民的反应却与过去有所不同 最近香港政府建议拨款一亿港元震灾 却引来社会的议论 大家是担心在慷慨解囊的同时 这份爱心真的能够送到灾民的手中吗 四川地震灾情惨重 海峡两岸艺人纷纷伸出援手 香港隐心郭富城 透过个人慈善基金捐出30万港币 并为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处理 郭富城为灾民祈福时表示 希望大家有能力的尽力 以正确途径做出金钱及物资的支援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4月22号 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 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拨款一亿港元震灾 然而一些香港民众与立法会议员 对港府动用公帑捐款有所保留 甚至呼吁抵制民间捐款 香港有线电视中国组记者林建成表示 亚安地震不要指望我捐一个先 所有涉及大陆政府部门的绝不会 香港资深传媒人潘小涛表示 往后找机会直接捐给灾民 或者找一个可信任及熟悉的民间机构捐款 千万不要紧官方职守 为何港人的热情不在 香港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分析 应归咎于中共体制的腐败 因为当年汶川捐款遭滥用 汤污丑闻不断 令港人失去信心 川地震发生后就是中共官方的这些表现 不断地用债款批贪 中国的红磁之后又爆发了国美的事件 所以整个对中共官方的信任都完全破裂 这个94以上都挪到了 这个政府的行政费用就上去了 就是比如说贪官里面去了 全这个汶川地震的灾区 现在大家都看到非常的富力弹簧 县级的官员的办公室的房间 都是指示平方米 很豪华 那见了他官员的熟悉他等等 据报道 2008年汶川地震中 遇难时生有5781人 其中超过一半被倒塌的豆腐渣孝舍压死 但是绵阳市北川中学 就有1300多名学生遇难 然而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官员 就豆腐渣工程问责 这些学生的家长五年来屡次进京上访 都被抓走遣送回乡 这只亚安的地震 既然中共还向文建 说外面去的那些经症灾的那些 各种民间团队 不能把物质直接送到灾民手上 要从政府统一管理 听说文川的先委书记 一个人就贪污善意 据了解 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重建 当地建成启用才两年的小学 为了给富豪商下让地 整栋拆卸 地方政府利用善款 新建豪华办公大楼 多名贪官落马 涉及善款往往上千万 所以说我们这些人在海外有这个条件 有机会来把这些真相说出去 让国内民众看到以后了解真相 然后采取正确的行为 美国民主大学校长唐波乔还表示 共产党号称所谓的伟光正 说他们是先进的代表 那么现在救灾正需要捐款的时候 共产党员到哪里去了 有网友表示 中国天灾人祸时 中国人捐得最少 台湾与香港捐最多 那是因为中国民众最清楚 钱最后会到哪里去吧 另外 在脸书上转载了一首 对中共官员的顺口溜 内容是这样写的 你们一年吃喝达万亿 一首灾就要民捐款 你们一年外逃几千亿 一首灾就要民捐款 你们一年开会达上亿 一首灾就要民捐款 你们一年维稳几千亿 一首灾就要民捐款 你们一年浪费上万亿 一首灾就要民捐款